好 南韓三星 英特尔在半导体代工业务面临巨大挑战 而有韩媒报道引述半导体产业消息 指出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 希望跟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在荣亲自会面 讨论代工领域的全面合作措施 我们请教资深半导体产业分析师产换星 怎么观察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如果结盟的话可能会往哪些面向发展 近期韩媒确实有报道 英特尔跟神颂 未来可能在金元代工的部门会进行合作 也将述使李在荣以及季辛格 未来会有碰面的机会 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概念出来 我们认为的话 只是英特尔近期在营上遭遇到乱流 但凭心而论 如果我们仔细检视英特尔的话 实际上它还是非常具有竞争能力 尤其是如果将整个金元代工的部分 以调整 甚至于说将它的一个资产进行轻量化的话 我们认为英特尔还是会重新回到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而我回头再看三星的话 其实在近几年当中 其实三星也是因为先进制程 包含了五奈米三奈米的良率偏低 进而让主要的客户高通或者是Google转向台积电投单 但实际上我们看过去十年全球金元代工的排名的话 其实三星的无论是在排名或者是市占率 都是稳步的往上升当中 甚至超越了联电及Global Foundry 这也说明了其实三星在金元代工的市场 依然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但是回到问题的重点 三星再加上Intel 两者的强强结合是否可行呢 第一个我们回归到事情的原点来看的话 Intel跟Sansung两者就是整合原件厂 他们与AMD NVIDIA甚至是联发科等大型IC设计公司 就是处在一个竞争的状态 所以说从产业链的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自然很难争取到全球IC客户的一个大的订单 再其次的话 其实三星跟Intel共同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他们在金元代工的部分 就是做书给台积电 所以两者相加也很难发挥到一加一大一二 进而超越台积电的这样子一个优势 更何况其实无论从前段制程 或者是后段制程的技术发展来看 其实三星有的 其实Intel都有 Intel能做的 三星几乎也都能做 所以在整个技术的水准 跟整个技术的一个领域 其实都大致重叠的情况之下 两者相加其实也很难发挥其中的忠效 只不过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传闻出来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Intel自从他们现任的CEO 基辛格上任以来 就是采取了所谓的IDM2.0的策略 也就是说主要的核心产品都在自家的产能生产 而其他非主流的产品则会交由台积电或其他的晶圆 带工委外去做生产 而这样子的一个态势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Intel在先进制程 无论是三奈米二奈米乃至于四世代的1.8奈米制程 无论在粮率或者是在产能都充满的不确定性 以及有待考验的前提之下 我们也认为三星将会扩大它委外代工的订单给台积电 才维持它的一个市场以及成本的竞争优势 而三星也是看到了 Intel将会扩大委外代工的这样的一个商机 所以说才会放话出来 透过媒体放话 认为三星跟Intel应该在晶圆代工的部分 然后彼此互相的合作 这样子三星才可以获得 获得是瓜分台积电委外代工的这样的一个商机 但我们认为其实这个几率是非常的低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第一个三星本身在先进制程的良率部分 其实就是有待考验的一个问题存在 如果它的良率不提升 问题很难解决 第二个Intel跟三星 他们在晶电的部门 实际上也是处在竞争的状况 所以说我认为Intel也不会轻易的试单给三星